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清蒸鲜鱼 那不管什么样的鱼 就是它帮你杀好的 我们回家以后 也要自己进加工 像这种边边角角 一般来说 它不会给你的鱼鳞清得很干净 还有里面的腮 这些淤血 边上的津津拉搭的黑衣 都要把它弄干净 弄干净后 一下去冲洗 那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用很新的东西在砧板上 你就在砧板上垫一张塑料纸 冲洗后 鱼背上开个两三刀 看鱼的大小 不要开得太深 也不要开到肚子上面来 那样蒸出来会骨肉分离 很不好看 就开在背上 一盏 鱼蚱蚝 鱼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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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蒸盘面上垫些葱段 因为这个热气好 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 鱼就这样做在上面 喷一些料酒即可上锅蒸 一斤半左右的鱼 水开后中火偏小15分钟就搞定了 这里的葱已经变得很不漂亮 但是是好吃的 去留你自己做主 鱼上淋些鲜酱油 那你用鲜鱼酱油或者一般的生抽都行 新鲜的葱花 滚油 这样就可以上桌了 那蒸鱼的时间和火候相对来说还是有要求的 火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太冲 鱼肉容易过早的开花 而且它里面还不一定熟 一般一磅左右的鱼 水开后 吻火偏大一点点 十分钟这样 最合适 那种一两的话 你就多加一分钟 反正就剪掉一分钟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